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始人 专门 从事帮助人们提升频率 显化高我和显化高频关系 一 高度的认知觉察力 直觉迅速发展 其他诸如天眼 天儿等高级感知 或一开启 高级感知 将允许你获悉你运用正常心智 所不可能接触的信息和智慧 和谐清晰的梦境和出体体验等 也是获悉其他唯独信息的途径 二 自知灵魂使命 由于高级感知开启 灵魂使命 如水晶般通透 你不仅知道在地球上的使命 而且 你正行走在完成这一使命之路上 你通过修行 实现永恒自我知道和利益众生 满足自我发展和奉献的人生需求 三 会见灵魂家族 你的频率吸引了 与你在灵魂水平共振的人 在遇到这些个体时 你会感到与他们强烈的 不可否认的联系 好像与他们 在前生似曾相识 即便 你与他们天各一方 你和他们的精神联系依然强烈 纵使今年不见 再度重逢时 也感觉不到时间痕迹 四 结是双生火焰或灵魂伴侣 你和一个人进入了一种关系 能使你的最好品质得到强化 同时 这个人也会将你需要完善之处反射给你 这一关系带来了自我成长 奉献 大爱和圆满 显化这一关系的必要步骤 是斩断与原来关系的执着牵绊和业力联系 五 同步性和加速显化 你与宇宙 生命的联系显而易见 通过你高级感知的神力 你的问题会同步 得到解答 或者隐秘的信息轻易会向你展示 你在书籍中 大自然中 甚至在随机的聊天中 即可获得需要的信息和答案 同时 你也了知 你的意图何等强壮有利 只要你有所关注 那件事便可比以往更迅速显化 六 对自己的幸福负责 在显化高我的过程中 你认识到自己的强大 你可以通过思想和情绪来共同创造现实 因此 你对自己的幸福承担权责 不再责备他人 政府或各种外部因素 怪罪他人已成过往 全然掌控自我的疗愈和进化过程 七 拥抱各种情绪 你已彻底超越了 某些情绪是坏的或者负面的的偏解 拥抱所有情绪 而非压抑某些情绪流经你 你会运用愤怒来激发激情和激励 你也会在保持个人气场完整的情况下 更容易地 慈悲他人 八 现实的全息性 正如 卢米所说 不是你是大海的一滴水 而是你是整个大海在一滴水中 现实的全息性 在你之内编码 你能感受到一切事物的相互关联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维的矩阵中 此点 对你显而易见 你拥有多维的剖析能力 你对神秘几何也颇好奇 九 炼丹和疗愈能力 无论采用徒手疗愈 还是灵魂疗养 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式 你已学会了导引意念 控制能量来清除障碍 你能够轻易与高我连接 排除障碍你精神进化的不协调能量 通常你也会运用你的成就在他人疗愈或扬升过程中 提供帮助 时 激活基因 基因激活 是通过激活与高我接通的基因链条 来累积你场中 光的过程 你至少有12串 基因链条模板 连通意识的12个维度 基因激活是精神扬升和高我显化的关键 经过基因激活 来渐进经历这里提到的其他迹象 可为常见 十一 无条件爱自己 你的第四串 基因和心轮 重合 激活基因的一个益处是 它能显化 无条件 爱自己的状态 你不再需要 从他人那里吸取爱 你看到自己 处于爱的无限源头中 当你爱你的全部 包括 你阴影的自己 一种整体感 就会呈现 12 整合和超越影子自我 影子自我 是你的与你背道而驰的一部分 主要由圆形 角色和情节构成 诸如职业受害角色 救助者圆形 巫师 独裁者和绝对完美主义者 影子自我 导致你自我破坏 在生活中 制造混乱 影子自我 是在你做出与高我 不一致的决定时产生的 在你的基因中 显现为反向密码 13 频率共振 随着你不断提升频率 你会发现一些人在你的全息现实中 逐渐淡出 你会理解你们的频率已不再匹配 这点 在你的工作上 甚至国家和出身上 均有可能发生 同时 你的高频率吸引了新的一组人 地点 时机 事件 这些因素与你的高我一致 14 对己真实 当你内在指引 告诉你不要做某事或去某处时 你不害怕对他人说不 你不惧怕他人的反应 对自己真实 每次自己想要和不想要时 你都很有力量 当宇宙将你抑郁之物送达给你时 你也彰显了说事的艺术 你不会通过拒绝你在生活中 确实 需要的事物 来试图 表现为谦恭或者清静 15 家庭和谐 你认识到 开悟 不是在窑洞中产生 你已经清除了 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执着和业力牵连 你持续经历同样的家庭剧的模式 一去不复返了 你的家庭成员已经转换到从更高的方式上 与你建立联系 你会接纳和爱他们 如他们之所示 16 无罪恶感 无耻辱感 耻辱感和罪恶感 是人类最低频率和能量阻塞 为了显化高我 你必须释放对耻辱和罪恶的认同 你从基因中清除了 从父母遗传的罪恶和耻辱 释放了从社会和宗教植入的耻辱感和罪恶感 而且你选择了拥抱欢乐和狂喜状态 你对那些受害者运用的操纵计划 具有免疫能力 17 由高我决定 不是出于恐惧、正义、竞争、匮乏而做决定 而是以符合高我和终极源头的意愿为准 来做决定 你了解源头的意图和依法则 无条件爱、合作、进化、勇动性、因果律、不平判、自由意志 尽管我们都有自由意志 并且可以终极地违背源头的意愿 你是被无条件爱的 但你知道做这样的决定会引发因果律并产生业力 所以提醒你必须适时清理业孽 18 内外丰足 匮乏和限制 早已是往事 你已显化了一个内在绝对丰足的状态 它会反映到你的全息现实中 你不再从他人那里吸取爱、允许和欣赏 你自己就是源头 幸福是你那具之物 当你超越了金钱万恶的误解 会理解金钱及能量 与其他物一样 也是由意识所成 你享受金融的丰足 并运用这种丰足 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了更和谐的现实 19 从矩阵断线 你从矩阵失去连线的一个迹象是 你能清晰看到那些意图控制地球者的隐秘日程 你不再与那些新闻和官方故事共振 当有人撒谎时 你内在的真理检测器能感觉到 你对那些低频率的不断告诉你 你是不够的的计谋和信念植入 能够保持免疫 丧心病狂的消费主义 和绵羊心态对你来说凸显荒谬 20 告别神偶 随着你对共同创造力和类上帝 本性的觉醒 你不再把他人置于神坛之上 你的内在上师超过了任何外在上师 你把老师视为自己无限潜力的一种反应 你值得和配得的力量 会使你心有所往便无所不成 你成为你自己现实的大师 21 感激盈意 感激是你的态度 匮乏感对你已经变得遥远 你的祝福树枝不尽 感激的感觉会放大你所得到的一切 并越法带来正面的经验 即使面对生活中 不可避免的挑战和坎坷 你也充满了感谢 你总是把他们视为成长的机遇 你或许会有一个感恩的记录本 22 对自己不过于苛责 生活就是要快乐 这是你知道的 过于僵化和教条 会把所有的快乐吸走 尽管你可以在自我发展和自诉大师上坚定不移 但也要允许自己犯错 事实上 犯错也是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 你要有幽默感 不必对自己过于苛责 你内在的孩童正在兴旺成长 你会经常感到能量充沛 创立四亿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